眉顺点滴 不会刻意提起 不用额外沉迷 我们拥有彼此 无需怀疑 隐藏在我心里 你的痕迹 喜欢的刻骨的眉声点滴 总是像个遥远亲密 也不忘记 甚至不必 胡道一曲 重重自己 又会有情 这一生有多远 我愿意 始终只藏一人心底 其实不能与你 朝食上唯一 也不可惜 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我爱你 我爱你 大家晚上好 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 欢迎各位 好久不见 我有几天没直播了朋友们 有几天了 你们还记得吗 八天了是吧 还行啊 八天即使还行 我也不是很久 有朋友进来 有朋友进来非常的不客气啊 直接来了就把帽子给我摘了 朋友不好意思 那个什么 我这边有点就是稍微有点这个就是 秃顶 我现在就是有点那个就是那个 就是 就只有两边有头发 上面都是光头 啊 好不好 你给点面子 别那么就是 借银短 行不行 有朋友您哥你今天是靠似的 是说是是谁 是怪盗积德吗 朋友们啊不瞒大家说啊 有朋友您哥你今天是靠似的 我上次给大家兑现 我说我说我说那个什么 我说 我说我下次直播给你们COS 这个怪盗积德 结果那个怪盗积德 那个衣服是真买了 我不拔虾 我是真买了 因为这个领带就是里边送的 但是弄来弄去 发现整个这一套的COS里边 只有这个领带能带 你说那个衬衫也是小 西装也是小 裤的也是短 然后呢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帽的也小 你说说你说说 这怎么弄你说的 这导致我这一套衣服白花了 因为已经超了这个 已经超时了 就是我现在去退货 已经退不了了 估计他也没想到说 将近一米九的人 要COS一些积德什么的 可能是他也没想到 所以没做那么大号 不会买大号了 我已经买了XXL了 最大的了已经 我刚才 你看我这个蓝衬衫都穿上了 就说明我已经很认真了 于是呢 是什么事呢 我刚才呢 我刚才已经就是这个蓝衬衫已经穿上 我里边那个蓝衬衫 他那个买那个COS那个衣服 里边蓝衬衫有点短 我说那好吧 那短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这个这个 我自己的蓝衬衫穿上吧 结果呢 发现外套那个白西服也短 那白西服也短我也有 哎我也有 但奈何那个帽子是戴不上 帽子太小了 就是我 我也不知道是我头大还是什么事 那个帽子太小了 我穿个白西服 穿个这个 就少个帽子就差那么一层 要不就觉得 穿上看看 我就不 你看连这个怪盗积德 而且他还送了个怪盗积德的眼镜 你看看到 还戴那个红外线的 你看 看不到是吧 这样都能看到 这样能看到 扫描你 扫描你能看到 我发现这个眼镜也戴不上 你看看 他是 他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你看啊 321 搞不了 太刺了有点 我不信这个 我就我就 我就不信 他这个就弄不上 你看 他正常应该是这样卡在这 卡一卡 但你走着走着 我这个 我说实话 我这个鼻梁已经三根已经够高的了 都架不住他 就是都得这样 就是丢挡上来 然后我就呢 算了吧 我就算了吧 我先把这个 红领带记得 然后 要不就把这个小眼镜 他送了一个这个 柯南的眼镜 这样子 这样子也有点傻 就觉得好像不是柯南 也不知道是谁 反正就是这么个人 就是莫名其妙的 那没办法 反正就是 你们也别见外了 反正因为我这个钱 确实是瞎了 确实是 这也不知道是谁 感觉好像是肯德基那个老爷爷小时候 有点像那个感觉 我也不知道 反正也不知道现在是像谁了 反正就是一个 我们自己独创的一个cost的人物吧 好不好 是不是 无所谓了 嗯 我朋友像奶茶店打工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哪个奶茶店打工是 奶茶店的店员是这种 这种这个造型啊 不知道 反正就是还 就是反正这个小红领带是挺好 拉链的还挺好的 反正这个就是 红领带 蓝衣服 就这样就得了 挺好 啊 没事 反正这次这个cost 算是就是属于一个就是 翻车了 那接下来呢 后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那不一样的一个造型 咱们到时候再说 好不好 到时候咱们到时候 我看上网再搜一些吧 因为现在cost也不能就是乱弄 就是 嗯 所以我得上网好好弄一下 买一些东西回来 所以当时乱弄 当时穿不了 啊 怎么弄 有模特背景照片换了 是换了吗 我不知道啊 反正就是 感谢这个微博 咱们微博真的是对我 就是 我觉得是挺铁的 朋友们 啊 我觉得微博这个东西吧 我觉得就是 我可以称呼它一声老铁 啊 感谢老铁啊 感谢微博老铁 给我那个什么 下面那个照片 给我换了个帅气的 是不是 换了个帅的啊 换了个黑胶那个照片 是吧 带劲 倍儿带劲啊 不做不做不做 感谢感谢 感谢老铁啊 然后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上次也跟大家说了 像正常艺人直播 朋友们 咱们就是不吹不擂的 正常艺人直播呢 它就基本上没有下面那个照片 啊 他们都是 不能拥有 但我这一块呢 就是我直播它下面给我放了个照片 像这种放照片一般都是什么呢 就是类似像微博之夜那种档次的一个晚会 全都是明星那种的晚会 才会有这么一个照片在底下给打的 微博之夜 某某某某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种的 但是我就是一个 你看我一个个体户都给我弄好了 就非常的感谢 非常的感谢 有朋友说这么玄乎吗 就是这么玄乎 哪怕没这么玄乎 我也认为是这样的 今天没啥事啊 因为今天就是相对来说 偶尔那个收工早一天 然后呢 我就先上来给你们播一会儿 我相信朋友们也是就是想我直播想的也是抓心脑干的 也是有那么一些就是抓心脑干 所以呢 我就想说 那我上来给你们播一会儿 也没什么主题也没什么想唠的 就上来给你们唠唠嗑 然后呢 我相信你们也是非常的想念我 对不对 我不管你们想不想念我 是这么认为的 什么今天跨年嘛 我刚才是看了一下我的那个什么 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那个 呃 实践 因为今天我刚刚看了一下 我反正不到八点我就开播了 如果跨年的话我得播四个多点 我已经算了吧 今天反正就是跨不跨年 到时候咱们就 呃 看缘分 不一定随机 看缘分 如果这个缘分到了咱们自然而然就跨了 缘分没到我就走了 对因为今天本来没想到今天细拍这么快 说明这个 我们这个剧组非常的优秀 拍得很快 啊 然后呢 呃 就收工得要早 然后正常如果按收工早 我就去配音去了 这两天一直在配音 然后呢 去给那个收音熊已经开始配音了 现在已经配到24集了应该是 后面还有十几集 大概两三天时间 两天左右给他配完 收音熊那个 还挺好的 嗯 女朋友来一段 你又要我说那句话 你怎么跟我二姨似的 你怎么 啊 什么玩意儿都来一段 够需要我奶奶 够啦 我爱你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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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朋友说这个收音熊啥时候播啊 啥时候播啊 播我还真不知道啊 那个 剧呢 就是 就是好像朋友们看最近我 那个 我跟那个 曾孙准希希还有杨超月 我们哥仨 我们三个人那个 好像是 互动比较的频繁 你们是不是感觉是要播了 是感觉好像那种感觉 好像开始 是不是你看他们 他开始就是开始宣传了开始啊 是不是 不是 没有走着呢 最近也不知道 没有莫名其妙叫 曾志希一代啊 我们就开始玩起来了 当然我们就说明 关系很好 关系真的很好的 然后呢 对就是那个播的话 应该怎么也得明年暑期吧 嗯 怎么也得四五月份 三四月份 因为 因为那个 我听说啊 听说是本来打算是说 明年三月份送审 然后那个片子送审 然后但是听说是 就是那个 就希望早一点 早点 因为就是 觉得就是挺棒的 就是希望早点 早点就是 就是要朋友们 尽快跟大家见面 可能就是 然后 然后其他人配音其实都完事了 就差我的了 就差我的了 和后期没做 其实 后期特效没做 因为有一些 就需要这些抠图什么的 抠景啊 然后呢 就是还有一些就是 大戏的特效 要擦一些威亚 什么这些东西的 还没做 也快了 基本上 听说 我听说是十二月末要送审 十二月末送审 然后审核过了 就到时候就排党 就上了 也很快 说快也快 说慢也别着急 反正等着就完事了 因为其他演员的配音都配完了 其他角色的配音都已经完事了 目前这一块就差我了 但我两天应该就完事了 过年能播吗 过年应该是播不了 因为后期调色什么的 再一个是什么呢 因为可能我 对于我来说 也是会拖一点剧组的进度 因为我这边确实是需要一些后期的美颜 就是确实是需要一些后期的美颜 我跟人商量 我在配音的时候我就看了嘛 我就说 他说 咱们那个剧后期给不给做美颜什么的 他说 没事小宁 你看这个都没事 你看这个 确实是有点看不下去 但是没关系 确实看不下去没关系 但是问题是什么 我们这个 我现在给你配音的这个片子 都是经过压缩的 不够清晰 我说不清晰还这么丑 就已经都不清晰了 还这么难看 你说当时你说再弄点4K什么8K的 因为现在我们当时那个剧都是用8K摄像机拍的 现在其实很多剧拍戏用的摄像机都是8K的 你们现在可能 可能大家都说4K已经很清楚了 现在其实用了拍摄的机器已经是8K的了 我当时我就好奇 我说 我说为什么要用8K的拍 你们是想在这个演员脸上找这个满虫吗 还是什么事 你是要 你是看看满虫还是什么事 还是说有什么就是能看出来的东西 然后呢 能看见毛孔 8K肯定是能看清 一清二楚的 但是我想说的点是什么 我说我现在用8K机器拍是啥意思呢 因为现在我们 其实我们大家每个人家庭里用的这个手机也好 或者哪怕你用手机看剧或者iPad看剧 或者是这个电脑看剧或者电视看剧 基本上家里现在最高的清晰度也就是4K吧 对吧 有很多家里条件比较好的 家里已经换上4K的大彩电了 是不是 家里已经换上4K的大彩电了 就是大被头都弄上了 然后呢你说你8K的你4K也显示不出来啊 对不对 然后人说是什么呢 当时我问的是摄影师 我说为啥用8K拍呢 他说有两个方式 有两个好处 第一是什么呢 有朋友说家里是5K的啊 厉害 厉害 你家是开电影院的嘛 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他说那个是 我问的摄影师 摄影师说第一是什么呢 第一是后期可以做裁剪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我这个镜头 我现在是8K拍的 我后期给放大 比如说我要一个特写 特别特写 我放大之后 那个清晰度是够用的 第一是可以后期用 哎 有朋友100K 我跟你们聊聊这个专业性的东西 你在那干啥捣乱 你在那 不爱听书去啊 他98K在那 98K 哦 你在那 你是吃鸡吃疯了 你是 哎 我怎么又开始怼人了 我不能怼人啊 朋友们 有很多朋友 因为很多朋友是新 我的新粉丝啊 可能有些朋友是第一次看我直播 或者是新看我直播 一看我这个态度 对我的粉丝 有些朋友觉得就是不舒服 其实我以前直播比这个狠 然后呢 但是就是最近因为就是面向的客流量大了 因为我以前直播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小众 小众就是我面对的客人都是我的那些 属于我的就是那种铁粉 都是我一些老铁在那儿 然后呢我跟他们说开玩笑啊 或者是怼他们说一些就是稍微开玩笑的话 他们不会生气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啥性格 也知道我没有恶意 就是为了调节气氛 但现在这个我这个直播间这个客流量现在起来了 直播间客流量起来了呢 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人一个口味 这个东西就跟做饭一样 因为我是学厨师出身的 就有一句话叫做重口难调 你懂不懂 就是厨师做菜也是 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做饭好吃 你就觉得那个人做饭好吃 原因是什么 就是重口难调 每个人有自己的口味 有人爱吃辣的 有人爱吃咸的 有人口重一点 有人口带一点 所以呢 那怎么办呢 一个饭店想要经营下去 一个饭店想要说经营越开越大 你光搞自己一个独特的风味呢 你可能只能接纳那一小批游客 所以你就得改变你的风味 稍微就是综合一点 比如说我这个菜以前特别辣 喜欢辣的人都能吃 但是有不能吃辣的人就吃不了 那我就让他别那么辣 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我这么一形容你们就懂了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就稍微综合了一下 但是如果看我怼的话 你们也别奇怪 再把话说回来 然后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拍完之后呢 8K不是吗 8K其实用不上 然后摄影师又说了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什么呢 说因为现在的可能大家就是家里的电视彩电也好 或者播放器 播放那个器械都是4K的 最高4K 那可能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们家家户户随着这个进步 家家户户可能就会换到 换上8K的一个设备了 包括这个5G网的一个发展 家里的设备可能换成8K了 所以是为了未来去备用的 我这一想好像是这么个道理 就是可能是这么个道理 然后呢 对 就是所以我就在可能希望说 比如说这个剧4K播完了 以后出8K了 你家有8K电视剧了 我们就尽量说出一个8K版本 你再看一看 看能不能看到满虫 然后呢我就看那个片子呢 我就说觉得有点丑啊 我说这怎么弄 我说能行吗 这好像比这个浩都那个时候 还有点财瘾呢 浩都那个时候 幸亏有个帽子给遮的 你说我就是命 相对来说命比较好 比如像我不怎么会演戏的时候 我就接了个黑眼镜那个角色 黑眼镜那个角色呢 一个好处就是不露眼睛 脸三分之一挡起来了 就大家还能看 那等我那个 又稍微会了一点了 可能没那么成熟的表演的时候呢 我就又戴帽子 又有帽子可以帮你压一点 好多那个角色 是吧 但现在就剩一个白愁飞 是我一个手 就是一个 算是一个新人物吧 这个人物就是 天天大背头 而且后期的那些造型更加地雷 特别雷人 然后呢 就需要强大的一个面部 就是 你起码得五官长得好看 才能撑起那些发型和那些造型 所以我觉得压力挺大的 我到时候在这个剧上了 这样也给我操了 结果 当时在因为我 所以掀起了一波 什么古装 什么什么什么的那种 那种那个 我就担心了 我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 worried 所以 所以呢 朋友们就是我 那天就在想着怎么弄的 我这样说 凡是我的粉丝呢 到时候是这样的事 朋友们 凡是我的粉丝 我不要求说 朋友们在我直播间那些路人 或者怎么样的 我只要求我的那些粉丝 就作为我刘雨宁这些朋友 我的家人们 我只要求我的家人们这样的事 以后等我那个剧上来的时候呢 你这样的事 比如说你那个剧是在电视上播 然后呢 你拿起你的手机 开一个什么呢 开一个美颜相机 然后把瘦脸调到15 大眼调到12 然后呢 美白调满 摩皮调满 然后呢 对着那个电视拍 好不好 你把那个手机 开的美颜相机 对着电话 对着电视拍 然后呢 看那个美颜相机里边那个我 我求你们了 有朋友犯不上吧 尽量反正是 咱不是说要求每个人都这么做 因为雪师傅你操控不了别人 你当时你的自由 但是我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观剧 就是观赏这个剧集更 让你心情愉悦的一个方案 如果你采纳了这个方案 你这个剧会看得非常的开心 如果你不采纳 那是你的自由 有朋友说不至于 有些镜头确实至于 因为我那个我们那个片 我们那个孙雄拍的是什么呢 就是拍的稍稍微微有一点怎么说呢 因为他就是什么呢 他绝对不是一个古偶 我可以给你们打宝票 他不是一个古偶 他在走的路线 不是说古装偶像剧 他不走偶像剧 因为我在里边演嘛 我不敢自称偶像 但是他走的那个路线 包括画面 包括调色 包括装法 包括所有的服装 那些东西都包括起来 他不是走的古偶的路线 就是让人美美帅帅的那种 不是 他就是什么呢 他是武侠 他是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纯粹的一个 不能说纯粹 你要说纯粹 你就跟那个 所以以前那种天龙八部啊 什么色雕英雄传那些去对标的话 那肯定没有人家纯粹 因为他也要迎合当下的一个 那个收视群体和观感 所以呢 但是他是在这个市面上 目前我见到的 相对来说武侠是比较 那个感觉是比较正的 味是比较对的 然后呢 当时就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就是造型上 他也不是说人给你画的美美的 然后那个粉特别厚也没有 就稍微往写实那边走了一些 往写实那边走一些 让那个东西看起来更有种质感 就男人更像男人 女人呢 就更像女人 我也不知道 就是那个意思 就是稍稍微微就是 就是可能是 就是那个味是那种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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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